那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IP攝像頭 IP攝像頭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程式設計的部分 那你現在 糟糕 因為現在這個網路連到這邊會不通 那我們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教學我們大家有幾乎用到的第一個 這是大概前一兩個月寫的文章 請問大家打字速度快還是慢 慢 請問至少應該有達到一分鐘 有十到二十個字吧 好 你覺得沒有 那你想不想寫報告或打報告 不想 所以以後要改做講報告 可以嗎 現在有兩種 一個是用Google文件 一個用這叫Speech Note 當然我個人是比較喜歡Speech Note 好 那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OneNote最近我暑假幫他錄了一個那個教學影片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邊這邊進來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看到 好 那在這邊是比較完整的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的所謂的翻轉學習的部分 現在的OneNote目前的這一塊已經越來越多老師在使用 那他免費的部分應該就滿不錯 那這次我幫他規劃就是分不同的情境 怎麼註冊 學生怎麼學習 老師怎麼備課 班級怎麼經營 你就可以根據不同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建議產生 我們是沒有用產生代碼 但是呢 學生 剛剛老師是當學生 有沒有知道怎麼加入進去 我們就把它分能別點 那等你用一段時間 比較厲害一點 就需要高手擴招的 有一些你可能需要比較進階的功能 就可以來這邊看看 看有沒有私人有需要的 好 這個是給老師介紹一下 那我們來試看看 因為這次我錄影片 我就用他那樣的功能 我們先來看看這裡 我大部分是用這個比較多 哇 糟糕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會出錄了 我剛剛那個地可以用 好吧 他不讓你看 那 看剛剛的錄影影片可以嗎 哈哈哈哈 好 開玩笑 我就直接用Google文件裡面 Google文件也是OK 好 你用這個進來也是可以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我在這邊 Google文件這個點進來 確定 好 在Google文件裡面 上面有一個工具 你就可以找到啦 在這裡 有沒有意義輸入 嗯 點開 看到他了 不過呢 建議老師他要多做一個動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語音說 目前是沒有辦法 電視你的DOL號句號 那其實所謂的標點句號 所以你可以從哪裡 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 手寫的 按下去 有看到這個的嗎 有 有 了解 那我就來試一下 給大家試看看 第一次的時候他有名曲 他有名曲 好 以後打爆槓 都用講的 這樣的輸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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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輸入速度 應該還不會太慢吧 一分鐘應該可以20個字以上 知道為什麼要用這下面這個了嗎 夠號 句號 知道為什麼要幫各位準備這個了吧 邊講邊按 邊講邊看因為注意點不好打 對不對 所以你就講完了就給他那個 那難免會有打錯嘛 對不對你就按一下停一下 再修正一下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比各位用打字的快一點 很可能會快一點你知道嗎 因為 10月份我要去那個新蘋果小 那個徐老師跟我講說他們 學校老師會用到這個 他說老師在給同學做了一些 輔導啊評語啊 用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我還要過去講一下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平常 是用另外一個比較多 是用另外一個比較多 Speech note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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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啦 他你講的英文他聽不懂的時候 他就給亂翻 那事實上Google這邊 Google這邊我覺得他有一些小缺點啦 所謂的小缺點就是第一個 他這個語音 如果你一段時間沒有講 他會自動停止 就跟我們一般做語音輸入一樣 可是另外那個不會 就是一定要你按停 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對不對 結果他就可以停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通常用另外一個 那第二個是 這兩個網站都會做的 這個各位老師用手機 平板也都可以用 因為這是雲端服務 所以不限電腦 而且手機 平板有個好處 有沒有內建麥克風 所以要不要再多接一個 不用 是更方便一點 他們除了直接的這樣翻譯以外 你一個段落之後 他還會做整句 整個段落的什麼 語意翻譯 這樣了解嗎 有錯對不對 另外一個翻譯的結果 我是比較滿意啦 有沒有發現他第一次的半月結果 講完這句之後就重新修正一下 這樣了解那個我剛講的 整句的 皮卡丘他也知道 寶可夢也OK 這樣可以啦 你念OK他也OK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式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真的以後打報告會消失 寫報告也會沒有 就只能用講報告的 這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在one note這個 one note這邊 我是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做 因為我們每次講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即使你上一樣的課 每次講的會不會不一樣 其實90%一樣總會有不一樣 所以說 我在錄這個one note的時候 這個影片 因為我是先把操作的影片錄完 操作影片錄完之後 我就放給電腦聽 放給電腦聽 這樣他幫我打字啊 所以如果老師您是要比如說同學的評語啦 還是說對同學一些作文的寫作方式啊對不對 那種的 你可以自己先用手機 用錄音筆就先錄下來 你就不用說 你怎麼翻得那麼差 有沒有 我要重講一次 浪費力氣 你就跟他講 我播給你聽 你就把我翻譯出來 你就把你的快樂風對準馬發就好了嗎 這樣了解了嗎 還是你比較喜歡 源源不絕的一直講下去 我是蠻脫爛的啦 所以我就錄一次就好了 就錄一次就好 然後就 他翻得不好 我就重新再錄一次 或者說講的過程裡面 他有翻錯了 我就先暫停 沒關係 我就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平常如果是這樣講 有人打斷了 有時候你失去就中斷了 對不對 所以為了以防萬一 對不對 只要開車的時候不要 不要在開車的時候去錄音就好了 好 你有空的時候你就 還要講什麼話你就先錄下來 然後下次就是對著電腦播 他就幫你打字打好了 所以以後打字遠會不見 真的 OK 這個是第一個跟大家稍微分享 這樣有這樣的功能